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造成苹果的股价 大幅的下滑 我们看到苹果的股价 从最高164.94 那么在这个礼拜 最低跌到149.64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幅下跌 也引发了国际股市的 相继的调整 这个调整当中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的几大 五大全职公司 从苹果开始到Alphabet 一直到微软 到脸书 到亚马逊 这五大FAMG 股价都出现压回 现在大陆的包括阿里巴巴 那么包括腾讯 慢慢追到美国的 前五大市值的公司 开始产生的竞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苹果相关的概念股的 下跌当中 我们最明显看到 红海的股价 从122.5 那么一路下沙 到最低跌到103 所以红海在这段时间 成了外资的提款机 那么市值大概跌到2000亿 那么郭董在下周赴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找这个威斯康辛的工厂 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面板厂之外 我在想 在未来的特斯拉概念 会不会找到红海郭台铭来代工 这个是大家可以好好 拭目以待的事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的台股 外资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卖钞的状态 外资不断的卖出台股 我们看到外资的卖钞当中 如果从9月来看 外资的买钞可能只有一两个交易日 其他大概只是卖钞的状态 所以加大台股力道 9月外资提款机当中 红海减掉的张数18万5000张 可乘大力光合硕 TPK到中硕 大概都成为外资提款机当中 名列前卯的个股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最近的各别的族群当中 调整的力道是很大的 从红海美丽金顶到台郡 那么这些公司的股价 大概跌幅都超过20% 这当中在这次涨幅非常大的光学概念股 那么在这次的下跌 有最高跌到35%了 所以大家可能开始要非常注意了 另外我们看到 在川普的税改当中 现在川普减税6兆美元 如果他的减税成真的话 对台湾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看到美元的指数开始往上拉升 那么在这段时间 美国的中小型的股票 螺数2000 大幅上涨 创历史新高 其他的大型股其实都已经休息了 这个情况可能影响台股 那么让台股的中小型股 慢慢开始找到一个新的一片天 我们看到在最近的VIX的恐慌指数 退到历史的最低点 那么我们最近看到巴维特奖 美国的股市100年后涨到100万点 那么这是道琼指数 不断的往上攀升当中 所看到一个面向 那么这当中大家可以 完整看到这里面的变化 我们看到在光学概念股当中 秋泰跌幅将近50% 它从23.25%一路下沙到12.9% 那么我们看到这礼拜当中 我们有一个考察团 到了台中看了几家重要的公司 那么在未来的光学镜头的资争 过去大力光在塑胶镜头 那么它独占老头 那么未来包括3D感册的镜头 包括车载镜头一定会从玻璃开始 那么从玻璃再加上塑胶 那么在堆叠的技术当中 现在很多公司 逐渐在这个领域 逐渐开发结果 这个玻璃镜头叫做P Z加P 话题叫做是塑胶再加玻璃 那么这所造成的影响 足得大家数目以待 这是我们在这周 就给大家的一个关键的报告 我想台股在外资的卖超当中 加钱指数要大涨不矣 那么对很多的 组合很久的有价值的公司 可能是足得大家来参考注意的对象 那么这是足得大家注意 那么在最后的答应 我们江文胜会跟大家报告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 我们的好朋友 这个严秉丽总经理 来到我们现场 来对房市的发展 给大家关键的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